看新聞 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十二月三號的公視手語新聞 首先來關心 為了防堵新變種病毒 Omicron的入侵 美國總統拜登宣布了加強版入境規定 所有到美國的旅客 包括美國人 原本是提供三天內的陰性篩檢證明 改為提供前一天的證明 而如果沒有打完疫苗 外籍旅客不得入境 另外 國內方面 政府則是持續提升疫苗的接種率 目前第一劑疫苗的覆蓋率超過了78% 但是第二劑只有57% 行政院長蘇貞昌宣布 自己下個星期會去施打第二劑疫苗 同時也要求要開放夜間施打 並且規劃百貨賣場隨到隨打 民眾接種免預約也不用到診所人擠人 百貨公司就有施打站 平東新政府跟百貨業者合作 一連五天設置速打站 開放民眾接種莫德納疫苗 辯明的服務讓醫生笑說 打疫苗還能兼購物 目前國內第一劑疫苗覆蓋率超過78% 第二劑57% 但隨著國際疫情嚴峻 政府加緊衝刺第二劑覆蓋率 行政院長蘇貞昌預計下週要接種第二劑 也要求開放夜間施打 以及規劃百貨賣場隨到隨打 不排除和賣場合作舉辦抽獎 刺激接種率 指揮中心與全聯洽談 全臺至少有一百七十四個施打場所 目前正在尋找適合地點 全聯表示 先前有配合流感疫苗接種經驗 這次會全力配合設置疫苗接種站 加勒福則表示 持續跟各地方政府接洽 施打站的位置 將規劃在各店的美食街 避免人潮擁擠 至於移工施打疫苗情況 合法移工施打率低於百分之五十 蘇貞昌下令要建立失聯 移工的防護網 並強調現在不是抓失聯移工 而是要讓他們相信政府的誠信 安心打疫苗 記者 郭俊麟 臺北報導 國內新冠肺炎疫情 昨天是新增了十七例的境外移入病例 創下今年以來新高 為了因應新型變異株 Omicron來襲 指揮中心宣布 即日起已經完整接種兩劑 滿五個月的民眾 可以追打第三劑莫德納 第一到第三類 醫護 以及防疫人員為優先對象 國內新冠本土持續加零 以及連續二十八天零確診 也沒有死亡病例 不過一口氣新增十七例 境外移入病例 其中有七例 屬於突破性感染 而這也創近年以來境外移入確定病例 單日新高紀錄 由於新型南非變異株Omicron來勢洶洶 為了確保國內醫療及防疫量能 指揮中心宣布即日起已經完整接種兩劑疫苗 而且滿五個月之民眾可以追加接種第三劑疫苗 優先接種對象為第一到第三類醫護及防疫人員 因為公務出國的外交人員 代表國家出賽的運動員或選手等 到十二月七號約有六萬人符合資格 追加劑委莫德納疫苗 基本上莫德納量是一定是夠的 那至於要打VNT的話 那可能就要等 這一批現在現有的手頭量 先留給第二劑的人打 那如果再有進來的量 我們才會開放 給這個打第三劑的來做使用 Omicron到底有多可怕 南非最新監測結果發現 相較於Delta感染Omicron 可能病毒量較低 目前抗原快篩檢測仍然準確 但傳播力增幅 對疫苗保護力影響 以及是否會導致重症等資料 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指揮中心表示 Omicron在全球至少有二十七國 已經出現三百七十個確定病例 尤其在南非 短短一個月Omicron就成為主流病毒株 此外春節檢疫七加七或十加四專案 讓外界憂心是否會出現防疫破口 陳時中強調不管是入住集中檢疫所 或是防疫旅館相關採檢都改成就地採檢 不再搭乘防疫計程車到醫院 同時加強電子圍離管制措施 並加重罰則 防堵違規情形 來關心各大報的頭條焦點 中國時報的頭條也是 指揮中心昨天緊急宣布 開放國人施打第三劑疫苗 而另外為了拉臺第二劑的施打率 全聯等賣場也都願意支援 開設接種站 自由時報是報導 高雄文藻外語大學碧聯會 一名女性幹部負責保管一百八十五萬元的公款 卻涉嫌將這筆錢拿去了博弈網站 被騙走一百七十多萬元 而聯合報則是提到了 德國新政府下週即將上路 準外長貝爾伯克表示 他對中國將採取強硬的立場 不排除抵制明年二月舉行的北京冬奧 而了解完三大報的頭條 九角日本燒肉連鎖店似乎不受價格調漲影響 多數客人仍願意買單 日前官網公告十二月一號起 部分的吃到飽方案價格調整 分別調漲三十到五十元 雖然只有價格較高的方案調漲 評價方案價格不變 但消費者表示有部分的肉品不供應 有某些部分的話就沒有供應 有可能跟他的菜單上面說 稍微有一點點稍微改變 有些其他東西沒有上 上的時間會比較慢一點點 另外知名售喜少連鎖店 Momo Paradise 也公告十二月起調整價格 平日午餐漲四十元 晚餐例假日漲五十塊 而且不含一成的服務費 餐飲業漲不停 不少民眾抱怨 近來這波漲價 外食費的開銷多了一到兩成 消費者看到的是現在漲價 另外吃到寶芹夜日本料理 強調受國際原物料及食材成本 上漲的影響 也宣布調漲價格 平日假日午晚餐漲一百元 下午茶調漲八十到一百二十元 平均漲幅百分之十三 學者分析主要是國際運費調漲 輸入性的通膨 恐持續到明年第一季 學者表示人在觀望的店家 恐怕也在醞釀漲價 近期政府關稅減免的政策 抑制物價立即效果 短期內消費者看不到 記者黃烈成立峰台報道 台鐵東部幹線 一列復興後 前天晚上在花蓮 發生了車廂脫節 台鐵證實是遭到了鐵板入侵撞擊 而工程是由鐵道局代辦 台鐵接連發生事故 引發了朝野立委炮轟 交通部長王國才坦言 台鐵還在改革中 還有許多的機制要加強 花蓮萬農斷分離的附信號列車 第三和第四節車廂已經接回 這班列車一號晚間發生脫節 事後台鐵證實有鐵板入侵撞擊 工程是由鐵道局代辦 而太魯閣號一號也被鋼軌莊砸中 所幸無人傷亡 朝野立委齊聲痛批 台鐵狀況不斷 重重打擊旅客信心 而且追查發現 負責台鐵多起監造案的工程公司 聯合大地 太魯閣號事故時 涉嫌造假掩蓋工程進度 太魯閣號召集重案 監造商也是聯合大地 臺東的邊坡工程 施工防護不足 遭勒令停工 包商也是他 去年底的臺鐵瑞芳邊坡崩塌 受委託執行邊坡檢測的也是他 王國財坦言台鐵改革中 可是明顯還有許多機制要加強 外界也關心台鐵公司化的進度 行政院強調院長 蘇貞昌對臺鐵發生的安全問題 都有掌握 也強調臺鐵公司化改革 持續進行中 相關溝通到一個段落後 政院都會加速相關法案的進行 記者綜合報導 高雄鳳翔國中一名女教師 一號早上進行交通導護時 被闖紅燈的小客車撞飛 爐內出血 手術後尚未清醒 引發了多個教育團體不滿 因為教師法並沒有明定老師 有擔任導護的義務 揚言要發動不合作運動 要求教師全面退出導護工作 畫面右上角導護老師才剛拿指揮旗出來 要協助學生過馬路 就被對向闖紅燈的黑色轎車撞飛 事件發生在一號早上七點多 被撞的是高雄鳳翔國中的良性體育老師 因撞擊後爐內出血 經開腦手術後仍在昏迷 日記希望三到六天他可以恢復意識可以清醒 那如果腦壓有下降的話 那應該就是比較沒什麼事情 所以這幾天就是黃金期 違反了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53條一項闖紅燈 那還有61條三項 那造勢自然受傷 這個部分需要吊扣駕照三到六個月 造勢的零性駕駛向警方公稱是趕上班 一時恍神沒注意燈號 久策後無酒駕情況 但庸人闖紅燈違規右轉 為禮讓上下學失聲的行為 讓擔任導護工作的老師直言屢見不鮮 無時得擔心自己跟學生的安危 有些摩托車他不管我們 有沒有站在那邊指導護 還是有學生經過 他還是照樣就是會右轉 他不會管我們有沒有在那邊 導護老師跟志工家長不是警察 無法要求用路人遵守規則 加上教師法無明定教師 有擔任導護的義務 教師卻因導護工作出現人生風險 也引發多個教團不滿 揚言發起不合作運動 讓教師全面退出導護工作 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 也呼籲市府因明定導護相關法規 導護的一個範圍 就限制在校門口四周就可以了 不要再過度去延伸 那會增加老師的負擔 而且其實危險蠻多的 根據教育部統計 二零一九年起到目前為止 因導護工作發生交通意外 共有十一件十三人 其中教師一件 高市教育局則表示 現行才警察 教師及志工 三方聯合導護 將會收集各校意見 也會跟轄內的教團討論 研議改善方法 確保導護工作安全 記者陳奎與許正君高雄報導 你好 國家語言發展法規定 一百一十一學年度開始 中小學必修本土語言 包括了臺灣首語 而臺灣首語的課綱 也在最近的課審大會完成審查 本土語言確定從明年開始 延伸到國高中 國中一二年級 每週必修一節課 高中則是必修兩學分 學會首語近三十年 吳秋南多年來協助許多聽障朋友 今年下半年 他參加臺灣首語教育支援人員 42小時的培訓 拿到證書 若時間允許吳秋南想到中小學 教臺灣首語 這個希望一百一十一學年將實現 因為教育部在八十九次 課審分組會 三十八次課審大會後 所有實施規範完備 中小學必修本土語 將如期上路 學生可從閩南語 客語 原住民語 閩東語和臺灣首語擇一 小學每週一節 國中一二年級 每週一節 高中增加兩學分 攀文中坦言 本土失資是下個挑戰 北市成功高中校長 孫明峰也說 校內老師有原本教學 再培訓意願不高 得仰賴不少教職人員 若有本土語選的學生太少 將以線上共學因應 目前規劃兩學分 在高二開設 教育部表示 高中本土語兩學分 以第一學年開設為原則 也可在其他年級實施 換句話說 若高中規劃高三學測後才排入 也不是不行 只是國三到高二 孔城學習空窗 又有師資難提 能否落實國家語言發展法 傳承並維繫多元語言文化的發展 恐是問號 記者林曉惠省志明台北報導 法國地質學家安壽葉生前長期投入了臺灣花東縱骨斷層的研究 並且將持上斷層推進國際地質的舞台 而就有紀錄片的導演 透過了他所留下的珍貴手札 還有子弟兵口述 來回顧他探測臺灣地質的出行 法國已故地質學家安壽葉1981年初次造訪臺灣東部之後 就此和臺灣這個活的地質教室結下不解之源 並且確立池上斷層是活動斷層 為了想要知道池上斷層 他是證明他是一個活斷層 所以他在池上斷層上面 尤其在池上這個地方安置了五座潛便儀 那當潛便儀第一次開始運作啟動的時候 他就驚呼說我摸到臺灣的心臟了 他在動 他在跳 安壽葉對臺灣地質研究不遺餘力 1999年臺灣發生921大地震 他也第一時間訪臺延調 並對臺灣地震災防做出貢獻 那一年他就來了三次 那他開始真正關心到這塊地震 對這塊土地所帶來的一些災害 所以他後面的20年就開始聚焦在 所謂的地震災害跟大規模崩塌 跟整個地震防災的這個部分 安壽葉已在二零一零年離世 但仍留下三十本珍貴的野外地質調查 守閘替臺灣島嶼地洞山河留下申請助記 公事計時將在三號週五晚間十點播出紀錄片 帶觀眾認識正位一次次在土地上 彎腰探測並熱愛臺灣的法國人 記者 黃金吳家寶 臺北報導 立陶宛的民眾需要接受十年義務教育 而根據世界銀行統計 立陶宛的十五歲以上人口 數字率是高達了百分之百 入學率也高於歐盟平均值 位在首都的維爾紐斯大學 不但是立陶宛最大的大學 也是波羅的海最古老的大學之一 醫學系有兩百四十年的歷史 而目前系上還有一名臺灣的留學生 立陶宛高等教育機構 期待能夠和臺灣有更多的交流合作 帶著我們參觀租屋處的 是目前就讀立陶宛維爾紐斯大學 醫學系三年級的臺灣留學生陳又成 畢業於臺北醫學大學醫檢系 後來發現自己還是想要從醫 礙於重考加申請給花費至少一年 因此考慮出國留學 生活費用低加上課程吸引人 最後選擇維爾紐斯大學 而在學習的過程也感受到中西文化碰撞 可能就是先從這裡挑起來 利用課餘時間 埋頭練習手術縫合技巧 許多課程老師只會點到為止 剩下的得靠自主學習 讓學生彈性運用時間 在這裡的話 大部分會有讓學生決定 你什麼時候要考試 對 不像台灣的話 就是可能統一規定什麼時候要考試 然後還有上課的時間的話 這裡跟 就是立陶宛這裡跟台灣差很多 我是不確定其他科系 不過這裡的話 就是你的課都很不一定 來立陶宛學醫 另一大優勢 就是取得的畢業證書 會被歐盟成員國自動承認 只需通過語言檢定 就能在其他國家職業 現在的他正在學立陶宛文 還規劃要學德文 像我來這裡之前也考慮了很多 然後目前也是想要在歐盟職業 所以才會想說就這樣子過來 維爾紐斯大學是波羅的海 最古老的大學之一 底下的醫學院 也擁有240年歷史 而近年來學校加強國際互動 向亞洲學生招手 不過目前中國與立陶宛關係緊張 兩國召回大使 導致使館無法正常運作 學生無從申請簽證進入立陶宛 定義所謂在第二大城考納斯的 維陶塔斯馬格努斯大學 一學期就有超過300位 中國留學生受影響 當政治的首深入教育界 許多學校轉向與台灣合作 消防樂見更多台灣留學生 而未來雙邊互設代表處後 將大大簡化簽證流程 而同為學術自由與民主夥伴 兩國交流往來會更頻繁 記者王伯恩 郭俊麟立陶宛採訪報導 全長一千多公里的中寮鐵路 從今天開始會先開通寮國段 這是中國一帶一路建設 其中的一部分 縮減了中國西南地區 到寮國的運輸時間和費用 不過卻也造成 寮國要背負巨額的債務 帶著相機腳架 媒體人士搭上寮國國旗 代表顏色的紅藍白車廂列車 拍下沿途的風景 這是中寮鐵路的寮國段 從雲南昆明到寮國永珍 將從三號率先開通 能夠縮減中國西南地區 到寮國市場間的運輸時間跟費用 但在維安部分 則是由中國公司得標 鐵路卡通以後 可以結成我們的運輸產品 三萬之一 澳洲學者分析 這是中國一帶一路建設項目的一部分 由中國跟寮國各投資 7比3的資金比例建設 但寮國的三存費用 已經佔了年度GDP的三分之二 仍有過半的債務向中國融資借款 甚至還把寮國電力公司 賣給中國企業 緩解債務違約風險 此外 中寮雙方並同意 以資源換資金的方式償還 寮國主要向中國提供假況 近幾年不少經濟學者分析中國一帶一路建設 都憂慮沿途的國家會陷入債務外交危機 而歐盟也是這時提出了全球門戶計劃 要協助發展中國家進行基礎建設 歐盟提出2021年到2027年間 將籌措投資3000億歐元 約台幣9兆4000億 包括支持高品質的基礎建設 可再生能源 數位化轉型 跟其他健康教育等優先項目 抗衡中國一帶一路的硬位濃厚 國人新聞 陳順平宜 關心天氣 接著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料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的公視手語新聞 我是牛宣文 下週一同一時間再會 看待會兒 我們下次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